肖战生日快到了,粉丝们都很开心,想着要给他什么样的惊喜。 但是,肖战那边却号召粉丝不要进行生日应援,还表示自己和自己的工作团队都不会举行任何形式的生日活动。 他这一番操作下来,众人对他的看法也是褒贬不一。 有人觉得肖战他是欲擒故纵,他越是不让生日应援,粉丝们越是想给他排面,这一来二去的,他获益的更多。 还有人觉得他总算是清流了一回,表明了自己的态度,可算是放过了粉丝们的钱包了。 要知道娱乐圈里艺人们过生日,可是粉丝们心中的大事,帮爱豆过生日,一方面庆祝自己又陪在了他们身边一年, 另一方面是表达自己对爱豆们的心意,给他们排面。 众所周知,上面已经开始在整治饭圈了,肖战也算是上面关照的对象,他拥有的粉丝群体,就注定他是一个有啥事都不能低调的人。 而且,他也确实吃过粉丝过度热情的亏,肖战感动是感动的,但是,也会有点恐慌。 毕竟出席的艺人不止他一个,他成了最惹眼的那一位,别人看到怎么可能不眼红呢? 然后,好多家粉丝都下场撕他,即使他粉丝战斗力是很强,那段时间,他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 冥冥火城顶流,却几乎遭到全网抵制,事业更是跌到了低谷,所以,他这次是真的害怕自己再被粉丝的应援扯到坑里。 多做多做,还不如什么都不做,这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。 肖战庞大的粉丝群体中,也有相当一大部分CP粉,所以每一次搞集资时,都会有人带节奏。 让他的粉丝们不仅应援肖战,还得支持支持王一博,但是,CP粉出场,又会引发双方唯粉的不满。 唯粉们都想自家正主独美,别被捆绑营销,因此又会引发一场大战。 因此,出于这方面的考虑,肖战担心这生日应援,又会引起和王一博粉丝团队的矛盾。 所以,就干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,不搞生日应援了。